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啥样萝卜不爱炸 还能在市场卖上高价呢 异县地藏四村 发展多项产业 助力村民不出远门 家门口吃负 立足新三农 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打官大人好 我是主持人俊风 在本溪县的大山深处呢 有一对老夫妻 一提这对老夫妻的故事啊 村民都佩服 啥叫相濡以沫啊 啥叫患难夫妻啊 看看人家老两口啊 硬是把这艰难的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不简单啊 在本溪满足自治县高关屯镇砖瓦窑村 有这样一个人被大家称作坚强的蛋婶 一个人一群鸭硬是撑起了一个家 听说蛋婶的鸭蛋回头客不断 她本身的故事很精彩 我们专门潜入深山里去寻找她 可是这过程并不容易 这一下球咱们先看到这河下面养的是很多鸭子啊 然后她说有一个小白房子 估计应该是这里的 咱看里边有没有人啊 哎 在里边像住过人是 但里边虽然没有人 蛋婶 蛋婶在吗 蛋婶 蛋婶岁数大了 整不明白微信 打电话还没人接 我们在村里只能到处打听 这不免让我们感到些期待 究竟是啥鸭蛋这么有魅力呢 鸭蛋养的那个特别好 叫蛋婶 她搁哪呢 她家呀 那家 秋天的家 那家 秋天的家 几经周折 我们终于见到了正在准备腌制鸭蛋的蛋婶 这都三千水 这三千水 这鸭子那蛤蛮玩的 这鸭子也上来搁腌 咱们就是这边挖的井那蛤蛮 这腌子都是鲜盐 都靠鲜水 也不是说各大料来什么玩的 不用 什么也不用搁 就这么腌 咱们都上这来买 咱们不用拿出去 但婶今年六十五了 可干起活来可挺麻溜 用她自己的话讲 看着自家这一百五十只鸭子下出来的蛋 心里有干劲 你看看我这个个头大不大 这个真大 一个手 然后正好 棒的 就给你摆开 看看活 看着吗 大活 很满 切人啥的 就一小圈 但婶养鸭算上今年才第三个年头 问起她当初为啥要养 但婶特意拉我们来到了小河边上 避开了她的老伴 这老两口难不成还有啥小秘密吗 她就是吃饭 她就是越来吃的越少 我脚子像不对劲似的 后来她那天呢 我说你怎么能吃少 她说我像吃不下去饭似的 后来她不就馋 不怎么就咳着咳着 她就上碗 她就按着一个心扶着 按一按着她就吐一口血 我脚子不对劲 给老伴送到医院 确诊出来是胃癌 医生接下来说的话 让但婶感到晴天霹雳 家里顶梁柱突然倒了 一个人撑起家的同时 但婶还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不告诉老伴真实病情 治疗费用需要十多万 但婶的村子地处深山 人均也就一亩半地 村里唯一的风景 就是村口边的这条小河了 那时候但婶经常来到 这条小河边散心 当冰凉的河水 打在她脸上的时候 但婶突然意识到 天无绝人之路 这条小河如果养鸭子卖鸭蛋 品质一定没得说 但婶开始振作了起来 养鸭的同时 用鸭粪来给自家的土地施肥 但凡是自己能动手做的 她绝不多花一分钱 养鸭同时还种地 所有活都自己扛 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滋味 也只有但婶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让但婶至今也没想到的是 老伴自打住院起 就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癌症 故意装傻不知道 是属于老伴的小秘密 病情就是说好转点以后呢 就是说能嫁的活吧 都挺嘛 你比如说就像这 都是我自己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自己我水电汗 自己汗 不要老伴吧 担心 叫老伴呢 也行 这老头还行 到时候你多钱 你也要背这么 背那好 要从他看电视 就看见了你 说你看他一天 没有仇事 应该没有仇事 没有仇事 原本在医生口中 只能活一年的老伴 如今已经是第三年了 体格也是越来越好 但婶的心里 那叫一个开心 以往刺耳的鸭叫声 也有了不同的意义 哎呀呀 这鸭叫我呢 我这心里有多多好玩的 这就给我加油呢 叫我多挣点钱呢 好吧好吧 上回就好了 为了让老两口的鸭蛋 更好卖 我们栏目组 还帮老两口 注册了微信号 方便发位置 让想要买鸭蛋的人 不那么难找 咱这个微信名 叫啥名 注册一下 叫美好 也一张 行 美好的人生 应该怎么过 对于这对老两口来说 虽然都拥有 各自的小秘密 但这秘密的背后 是对彼此的关心 也是相伴一生的承诺 在东北啊 有一种咸菜很大盘 别看不咋好看 但是呢 只要一拿出来 那绝对是东北人 舌尖上的家乡的符号 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芥菜嘎的 这北漂市呢 如今把当地特产的 一种芥菜嘎的评选为 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芥菜嘎的 这也深移了 这是要做啥大文章呢 来往下看 远看像个土疙瘩 近看像是窝窝头 这个黑曲曲的东西 您还有印象吗 不印象 这是什么家 这是肉还是什么东西 那个什么萝卜吧 这是 咸菜吧 是不是 没错 这个就是芥菜疙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农村啊 几乎每家每户 都会腌制芥菜疙瘩 但后来 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 蔬菜品种的丰富 现在很少有人 再去特意腌制了 芥菜疙瘩 也就成为了 很多人心中的香愁 刘海年是朝阳北票 是北塔镇西山村的第一书记 2018年他来到村里 吃到了几十年 都没再吃过的 芥菜疙瘩时 一下子就勾起了 他儿时的回忆 农历的乡愁 让他想到 会不会有很多人 都跟他一样 也怀念这儿时的味道呢 老一辈研习下来的 传统腌制方法 能不能产业化发展 打入市场呢 当刘海年把想法说出来之后 李志勤第一个 李志勤第一个就觉得不靠谱 这现在能 还能卖吗 就是说的 对我们家乡的话 就是说的 太普通了 太普遍了 是吧 哪家都有 现在家家都有 我就感觉有点 太普通了 面对李志勤的质疑 刘海年想用事实来回应 他把杰材疙瘩拿到沈阳 参加展会 让大伙品尝 给出评价 效果出乎他们的意料 卖的也是比较不错 刘叔叔给带到沈阳 那块大雪那块 卖的比较不错 卖的挺好的 马上回来就感觉 有一种特别激动的感情 感觉 就是说的 哎呀他想的还真能卖了 第一次李志勤的杰材疙瘩 卖了一百多斤 收入一千多块钱 市场认可度很好 这也让刘海年信心倍增 他翻语了当地的 限制等门线 发现杰材疙瘩的传承 可是有历史了 他们有很多传说 就是内蒙古大军 横扫欧洲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杰材疙瘩 当成兴军粮 这样呢就是说 能保存时间长 当盐巴 然后那个兴军打仗 吃起来就能补充能量 就这样 刘海年为芥菜疙瘩 申请了品牌 名叫芥五千 2020年10月 芥五千芥菜肉干 被北漂市人民政府 列为市集非物质文化 遗产产品名录 进入市场之后 芥菜疙瘩一下就收获了 一批怀旧风的粉丝 这让李志勤喜出望外 但是惊喜之余 也给他带来了烦恼 大量的订单 还有网络上的异项合作 让他应接不暇 不齐眼的芥菜疙瘩 真的能顺利走向市场吗 咸菜市场五花八门 早就名声在外的榨菜 还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红咸菜 那是比比皆是 黑居区的芥菜疙瘩 进入市场以后会怎么样呢 来接着往下看 北漂市北塔镇西山村属于辽西地区 早晚温差大 风也很大 这样的环境条件 有利于芥菜疙瘩的晾晒和风干 所以呢 这里的乡亲们几乎家家户户 都会腌制芥菜疙瘩 腌制的手艺 都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 跟老一辈儿学的 就是我妈那辈儿 我第一次印象当中 腌制的时候 就是说的 我那辈儿才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可以腌制现在 芥菜当地也叫辣菜 刚从地里起回来的芥菜 会有一股辣味 口感也不是很好 如何把它变成像肉干一样 好吃的美食 可得下功夫 在李志勤的家中 放着十几个大桶 这就是他腌制芥菜疙瘩时 用到的一个工具 在于自己家的井水 再加上自己也有配方 有几种配方 放上腌制的咸菜 等发酵了以后 马上的咸菜就特别好吃 别人的咸菜就是说 别人家生产的咸菜 它没有发酵 它不经过发酵 咱俩都是经过发酵的 三到四个月 经过发酵之后 可以把鸡菜疙瘩原本的辣气去除 同时呢 还能产生有益菌 吃起来更加美味 李志勤通过看颜色 闻味道 就能精准地把握出 腌制的火候 腌制好了之后 下一步就是糊菜了 这口大锅 可是陪伴李志勤 多年的老伙计了 从每年的大年初八开始 李志勤就开始制作料包 罩上的火24小时不断 每天都会糊上 一百多斤芥菜疙瘩 要整整糊上近两个月 一锅煮24个小时吧 现在早餐八点多钟放 明天早餐八点多钟出锅 为什么要煮这么长时间 因为它煮的时间 这个芥菜里它就煮透了 把它绳上下来 把它吃的时候 尿干以后吃的时候 就和肉是那种 就和牛肉干是那种 筋道的 就肥煮特烂的那种 你要不烂的话 咸还发硬还发脆 还不好吃 糊好之后 芥菜疙瘩就会来到阳光房 三十天后 芥菜疙瘩里的水分 蒸发掉后收缩 从饱满的青年形状 变成了浑身都是褶皱的老年状态 这样吃起来才会有牛肉干的感觉 腌制工艺把握好 芥菜疙瘩里面就会有芥菜油了 这是判断 芥菜疙瘩的腌制工艺 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发酵到忽熟 再到晾晒出油 想要吃到李志勤的芥菜疙瘩 需要等上小半年的时间 今年李志勤一共做了 九千多斤芥菜疙瘩 除了电商平台的合作 一些商超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可是老手艺的纯手工制作 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李志勤打算寻求儿子的帮助 咱们回来干了吗 我把这仙子挣起来 谁回去干呢 来咋整呢 意思是以后也没人接受了吧 意思是感觉我太受累 说这东西 他们现在年轻都感觉 就是说不那么受累 就是说轻快就得了呗 他们是那种想法 儿子的拒绝在李志勤的意料之中 制作季材疙瘩的投入的时间成本高 回报又是未知数 但是消费者的反馈 让李志勤下定决心去补一补 即使暂时没有办法满足供应量 但他能做到的就是保留老手艺 保留老味道 哎呀老嫂对家的 你进来啊 来来来 来来 看我今天又做点咸菜 帮我这尝一尝 看咸菜尝呀 这是冰点的 我新糊的 小筋块 好吃 好吃 还是以前能够好吃 看我这咸菜又新鲜做了包装 还是现在已经打入市场了 你得尝一尝 这咸菜还能包装呀 这是真鲜金的 李志勤每次把季菜做好之后 都会找到村里的老人试口味 如果这股老味变了 人们就找不到那股香愁的味道了 得到嫂子的认可 李志勤的心里也就更有苦了 那咱们就是说这农家的东西 必须让它真真实实的 是吧 也不能摊一点家 就是说让它做的真真切切的 以后也就是这样 小咸菜大市场 对李志勤来说 前方的路还很长 只有坚持老手艺 保留原汁原味 才能收获更多的认可 接下来我们看一组资讯 走进今天的天下三农 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 专家委员会发布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1到2030 预测未来十年 在大豆振兴计划等政策支持下 大豆播种面积 预计稳定在1.4亿亩左右 单产稳步提高 总产量以0.7%的年均速度增长 预计总产量在2025年和2030年 将分别达到1979万吨和2087万吨 报告预计中央明确提出了 今年要稳定重粮能源补贴 适度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 这有利于稳定和扩大稻谷面积 同时随着生猪产能逐渐恢复 饲料消费预计进一步增加 带动小麦和玉米总消费量增长 辽宁省奶业协会 于日前正式通过了 辽宁省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 管理办法实行 办法明确 我省学生饮用奶应符合 安全 营养 优质 优价的基本要求 推广的品种为 巴式杀菌乳 发酵乳和奶酪 产品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或国际标准 产品包装盒上无条形码 需注明 不准在市场销售字样 产品职工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生产企业原则上实行 属地管理 就地生产 对距离保质期节之日期 不足三分之一的产品 不得配送到项 同时 根据中国奶业协会要求 和学生营养改善需要 适时调整推广对象 和增加学生饮用奶产品种类 这些在悬崖上的人在干啥呢 您一定想不到 他们正在悬崖上种树 这里是陕西宜川县 这些腰捆绳索 手拿锄头 正在黄河沿岸的悬崖边种树的人 是当地的悬崖造林队 19年来 他们不怕危险 不怕辛苦 种了400多万棵树 现在 黄河湖口瀑布周围的 林木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 以前从黄河里摇碗水 半碗是沙 现在一碗水只有十几粒沙了 让我们为他们点个赞 大伙来猜猜这个小岛是干啥用的呢 风景度假区 带足球场的掀起酒店 都不对 这是一所农村中学 这所中学是四川省沿边县渝门中学 位于四川攀枝花二滩国家森林公园的 一个半岛上 这里三面环水 景色宜人 在这里上学 美的学生们都不想逃课了 玫瑰冰粉 玫瑰木瓜水 玫瑰奶冻 玫瑰藕片 玫瑰脆皮香蕉 玫瑰米糕 看看这些玫瑰菜肴 大伙馋不馋呢 就问你馋不馋 这些菜肴啊 都是云南大学 用自家三十亩玫瑰园里 产的玫瑰花做的 总共有三十多道玫瑰菜品 供师生享用 很受师生们的欢迎 网友们也都非常羡慕 却只能忍受想吃吃不到的痛苦 没办法 谁让人家有自己的玫瑰园呢 这是前些天在江苏徐州的街头 一位小姐姐将电动车停在了商场门口 就离开了二十分钟 回来一看 好家伙 电动车的挡风背上 手套里全是密密麻麻的蜜蜂 无奈之下她只好报警求助了 消防员来了以后 用塑料袋把蜜蜂带到郊外放飞 小姐姐这才从蜜蜂手里 拿回来自己的电动车 其实啊 也怨不着人家小蜜蜂啊 姐姐你那挡风背的颜色 也弄得太艳丽了吧 看完了这条视频 天下三农在这提醒大伙 遇到大量蜜蜂聚集 不要自己驱散 最好是求助专业人士 下面时间呢 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 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几诺6A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我是一同 今天是农历4月12 今天咱们全省呢 是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的 部分地区呢是多云 南风或西南风3到4级 部分地区的风力是4到5级左右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1度到34度之间 夜间多地转为北风 最低气温在8度到16度之间 未来几天 光照条件呢一般注意温室补光 水到一灾呢 要避开降雨或大风的天气 了解过了天气 咱们来看看乡亲们有哪些问题 有一位观众朋友问道 有没有抗病好耐处运而且好迈的大白色品种呢 那接下来请咱们的技术人员帮他推荐一下 现在我给大家那个选一个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啊 要选一个抗病的啊 最主要呢 就是针对这三大疾病啊 双美病病毒病软腐病 这是呃 最主要是抗病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他这个暴息日啊 一定要紧实啊 后期撞息日的速度呢 也一定要快 由于咱们这个大水白色啊 他是后期撞息日快啊 他有这个灵活上市的时间 就是说一般的呢 都是八十天左右上市 八十多天啊 像咱们这个大水白色呢 基本上在七十五天左右啊 七十多天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 就是已经是啊 撞息日解释了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市场啊 行情好的话 我们可以呢 提早上市 然后我们最主要 这个大水白色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他是好吃好卖啊 白色呢 是属于这种清白帮啊 没有硬筋啊 切尾少啊 开锅就辣 而且呢 非常的一个耐处耐运啊 耐处呢 就是在我们冬天 冬处白色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大水白色 特别抗病 所以说冬处的时候呢 不愿意发生这种 那个烂心子啊 肝肾肾肾软骨病啊 这一些情况 所以说呢 在冬处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好 还有一个观众朋友问 有没有产量高 适合大面积种植的白菜品种 给推荐一下 那接下来 请咱们的技术人员 帮他解答一下 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 今年咱们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 就是咱们这个 正观二号 像你去年呢 那个产量不高 是由于两种原因 一个呢 是品种 它壮心比较慢 节形的松散 后期如果说出现 咱们这种 那个低温的情况下 早上来得早的话 咱们就产量呢 就上过去 还有一个品种 就是它的这个净菜率不高 你这掉帮 掉的厉害 所以说就是这两点呢 我给你推荐 今年你种 正观二号 这个正观二号呢 是我们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 它呢 就是节球非常紧实 属于中装叠爆型的 到后期的时候呢 上期时上得非常快 而且呢 上期时呢 也上得比较紧 所以说非常适合 像你家这种 大面积的这个种植户 咱们卖秋菜 这个类型的 咱们去种这个 正观二号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由于它 中期时速度快 咱们上球的时候呢 也可以呢 那个提早上市 这样以来呢 咱们可以把握 咱们这个价格的 这个掌握好 这个价格的时差 如果说价格好 我们赶紧上市 状期是状的比较紧 这样来呢 我们能够 效益能增大 如果说价格呢 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每年这个 白菜的波动都不一样 所以说后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 选择晚上市 咱们这个锦诺6A啊 它的生育期啊 是75天 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 它属于是早熟品种 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 可以是提前早上市 这样以来呢 能卖个好价格 还有一个 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 一般的时候呢 都是分两季 春波 还有一个呢 是夏波 这两季播种 锦诺6A啊 它在夏波的时候啊 由于它的生长期短 要远于 那个好于咱们 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 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 有的时候呢 都已经在七八月份了啊 如果说咱们这个 生长期长的情况呢 后期呢 会是什么呢 子粒薄啊 上不来 这样影响产量 但是种选 咱们这个锦诺6A呢 你75天啊 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 这样以来呢 能够保证啊 我们那个 夏波玉米啊 它的这个子粒的 这个饱满啊 完熟度 寒乡666 咱黑土地 去年热销的好品种 这个品种好在哪呢 正好 前岭县有个棚里 正在下光 来 咱们一起看一看 今天啊 鱼儿带大家来到的是 铁岭县的 药王庙村 为什么来到这呢 因为我听说呀 王大姐 他们家大棚 今天老热闹了 十里八村的人 都来参观 为什么这么热闹呢 咱们凑凑热闹去 拍的拍 看的看 长的长 今天这 黄瓜大棚的半日游 咱乡亲们的感慨可不少 但都绕不开一个字 那就是好 啥好呀 品种好呗 真好 真好 咱们呢 以前咱们种那个 哪有这些也长得好啊 龙头哪方面长得都好 刮来刮 就是这条级的还多 真好 丑的就是那个 这梗膜哪方面都好 是啊 你丑的一点半点都没有 那明年有啥打算吗 打算种呗 真好这个 是啊 嗯 这些年没遇到 真好品种 嗯 我也找好年大黄瓜 就找黄瓜 这没遇到 真好品种 哎呀 一瞅这黄瓜太好了 知道这样 我半道八 我都能愿意 这样上带黄瓜带的多 人家基本上都没有啥空间 解解是岁儿 像安一整宅 两个黄瓜 你还得等着 就没有了 老百姓多卖钱 是那个挂的颜色啊 是长短 质量啊 口感 老百姓都比较满意 所以那个 今年主要是推这品种 老百姓都是听说 听说这个摊价出钱了 所以那个都上次来厂馆来了 有句话咋说的来着 金杯银杯都不如大伙的口碑 这个让乡亲们和经销商都赞不绝口的黄瓜品种 就是咱黑土地推荐品种 韩香666 今年也是王大姐头一年种韩香666这个品种 有这效果 那可让她相当满意 它比别的品种多开钱 开两到三毛钱 这黄瓜是那个真正绿阳黄瓜 口感特别好 吃着可甜去了 到市场啊 那个小贩都认可这个黄瓜 好卖 其实会吃黄瓜的人都知道啊 这个绿阳黄瓜它更清脆更甜 口感更好 饭是市中这个品种的 今天都收入多好 而且这个到市场非常好卖 在市场都卖两毛钱 而且在家就是开给那个蔬菜守护厂 而且价格也高两毛钱 黄瓜卖相好 口感棒 自然就会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认可 当然了 韩香666的闪光点可不止这些 在种植管理上更是抗性强 不得病 可以说无形中又给王大姐省了不少成本 抗病能力强 我因为就是反正我整这些品种 这品种挺抗病 它也没有点着 也没有双美一点 比那个以前的品种 反正我也真是弄 但是它伤病啊 也是这么管理方法 它没有这个抗病 这我都得有将近十天了 没打药了 这不就是那什么吗 省了什么了吗 省力了吗 说了这么多优点 就不得不提到咱乡亲们最关注的一点 产量了 毕竟产量高 效益才能更高呀 那韩香666的产量到底怎么样呢 刮刮能力特别强 产量嘛 是比别的品种产量高 我就隔一天一载 有时候是一千多金 金都得一千多 一千那个二三 就是以前的品种方法 我就是隔两天一载 最多说载一千 有时候还五六百金 这不就是有那个差距吗 那如果说呀 您对咱们这个产量和效益 都翻翻的 韩香666感兴趣 或者说您在种植过程当中 有什么难题的话 都可以给咱们栏目热线打电话 400-6818-801 这个菜花可是老百姓常用菜 很多农户苗上菜花种植这个项目了 怎么能让菜花长得又大又白 受市场欢迎呢 咱们现在就去高花镇了解一下 能不高兴我吃大菜花 看多好 大菜花都漂亮 都美啊 长得又白又大 老百姓都尝尝 都愿意买这个菜花的品种 一大清早 记者就来到了沈阳市铁锡经济开发区 高花镇高花村的张彦春家的大棚里 他家的菜花刚开圆 赶上今年菜花行情好 卖价还高 张彦春的脸上啊 是笑开了花 张彦春家大棚占地一亩半左右 还没卖完呢 腰包里就轻松揣进了小两万块钱 卖的这么红货的菜花 究竟是啥好品种呢 这个是富松七五八 这个品种属于高产型的 高产文产 一个花球大概是在 这个三四斤 你算一下 两千多棵一亩地 是不是在七八千斤呢 球白 小米粒 半松型 口感特别好 普通的菜花 要么是春种一季 要么是秋种一季 而张彦春家种的富松七五八 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春秋两用 种两茬产量更高 有的乡亲们要问了 十字花壳的蔬菜 对气候特别敏感 容易抽台 张彦春家种的品种 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如今富松七五八 在高花村 已经成了明星品种 不少村民 在张彦春的带动下 都种上了 这个产量高的好品种 总结下来啊 富松七五八的特点就是 春秋两用 抗病抗腻 花球松大又雪白 如果您也想种菜花 或者在种植方面 有啥疑问 赶紧拨打咱嗨土地的 热线电话吧 很多乡亲们选民种的时候 都有相对顾问